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一集我们说到,佳佳在给小林打电话时发现不对,之后和阿柱发现了小林的尸体。 阿柱传话李欣却没得到有用的消息,在和英雄的口供中也发现了有问题,而李欣在小胡子的威胁下保持了沉默。 而随着剧情的进展,小胡子和大神的重生理由也找到了。 小胡子是为了妹妹不重蹈覆辙而重生,大神则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欺凌视频曝光。 小胡子给阿柱发了一张图片,约阿柱到他家,却没想到来了一个猛面人直接捅了他一刀,还将他的筹码拿走了。 那边佳佳有了重大发现后,给阿柱打电话,而阿柱却在小胡子家里挂掉了电话,旁边躺着的就是小胡子的尸体。 回到本集,本集上来就解释了,上集中小胡子对阿柱态度变好的原因。 原来,阿柱向小胡子的妹妹胡亦菲,解释了小胡子没有对小林施暴,还向警方的失误真诚道歉。 小胡子真的是很疼自己的妹妹了,他很感谢阿柱在帮自己在妹妹这边消除误会。 所以给阿柱发了一张非常重要的照片,并约阿柱见面爆料,看来还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之后剧情接回上集末尾,小胡子遭到神秘人袭击,看清对方的脸后诧异地称呼对方为刑警,随后惨遭对方杀害。 这声刑警非常关键,可以说将凶手的范围圈定到了很小的地步。 不知过了多久,阿柱出现在小胡子家中,查看了一个黑色U盘里的内容。 这时,警笛声大作,阿柱赶紧取走U盘出门,原来是阿柱报了警。 他向虎哥解释,小胡子约他见面,等他到现场时已经是这样了。 敷衍完虎哥,阿柱马上去找刚刚一直给他打电话的佳佳。 阿柱给佳佳带来了小胡子的死讯,佳佳还给了阿柱一个更惊人的发现。 目前,所有的死者都死在阿柱他们警署的辖区内,在固定的范围内连续死亡。 佳佳怀疑这是连环杀手犯作案,联系小胡子死前诗喊的刑警,让人不得不怀疑凶手是不是阿柱。 就算不是凶手,也应该极大概率是阿柱警署里的某人。 因为李欣在咖啡店说过,非常期待重生者能不能改变命运。 如果是地震、海啸、车祸这类意外,他们逆转的难度太大了。 但如果是连环杀人反作案,抓到一个犯人,就能救出所有被害者。 佳佳怀疑李欣选择他们这些受害者,就是为了找出连环杀人犯。 阿柱的脸色隐隐有些不自然,难道说阿柱真的有鬼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第二天,佳佳把连环杀人犯的猜想,告诉另一个穿越者老咖,就在谈话时。 突然,两人同时收到了一条录音,里面录到了小胡子打电话告诉妹妹与阿柱见面, 以及不久之后,小胡子遭到神秘的袭击称呼对方为刑警。 结合小胡子的话,很难让人不去想阿柱就是真凶。 而此刻我们的主角阿柱,在证悟箱中翻出了一个黑盒子, 让同事小雨优先进行数据鉴定,接着便独自赶往案发现场。 阿柱将案发现场地上的脚印拍下来发给同事帮忙鉴定, 似乎心中已有了凶手人选。 这篇夜里还有一个小插曲,老咖将录音的是秘密告诉李欣, 两人之间的秘密交易越发让人好奇。 话说李欣也是够忙的,不是这个来找他,就是哪个来找他。 隔天佳佳找了专业人士鉴定录音,没有发现人为篡改的痕迹, 对阿柱又多了几番怀疑。 结果一出门就遇到阿柱有事来找他, 佳佳谎称另外有事避开了阿柱。 这一避,反而避出了事。 佳佳被一个神秘人绑架了。 这告诉我们,有什么事情一定要沟通好。 如果自己猜的话,很容易就出事了。 咱们可怜的佳佳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另一边,大神和老开约好见面, 却时时等不到人,大神不耐烦地回家了。 结果遇到了正在找他的阿柱。 原来,阿柱昨晚在小胡子家, 看到了一个和大神身材相似的人逃走。 经过足迹比对, 确认就是大神穿过的限量板球鞋。 阿柱怀疑大神有问题, 然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大神却认为阿柱才是真凶。 原来昨晚大神先一步躲进小胡子家, 准备找他麻烦。 听到小胡子在打电话, 大神灵机一动, 想录下小胡子的把柄。 结果录到了那段让阿柱嫌疑暴踪的录音, 真是无心插溜溜成音啊。 大神一口咬定阿柱就是凶手, 并表示已经把录音发给警方。 接着指责阿柱刚刚才对佳佳下手, 现在又来搞他。 话说你们俩要真的有一人是凶手, 不早就动手了吗? 还需要在这里说这么多吗? 听说佳佳失踪, 阿柱也顾不上自己被误会。 看来对佳佳是真爱了。 他追踪到佳佳手机最后开机的地点, 在精神咨询院, 立马赶过去。 白天佳佳来找过李欣, 但李欣当时刚好不在, 现在李欣已无意帮助长人。 阿柱可不干了。 他拿出小胡子发给他的秘密照片, 李欣这才妥协, 提供了门口监控。 监控里拍到, 有辆白色轿车在尾随佳佳。 这时, 阿柱却突然接到佳佳报平安的电话。 表面上佳佳和阿柱在聊漫画剧情, 实际是通过漫画暗示阿柱, 联系他的签约公司。 阿柱疑问之下果然发现了不对劲, 佳佳的助手眼镜收回扣, 东窗事发被开除了。 很可能是眼镜在报复佳佳。 阿柱赶紧联系虎哥查到了眼镜的位置, 最终救下了佳佳。 悲剧后佳佳也想清楚了, 古神和殷解出事时, 阿柱都和他在一起。 如果真是连环杀手作案, 那凶手一定不是阿柱。 阿柱没有计较佳佳对他的误会。 关于连环杀手, 他在小屋子家找到的优盘或许可以证明。 隔天, 阿柱把优盘交给组长, 优盘里装有所有穿越者死亡现场的照片。 除了凶手, 又有谁能出现在每一个死亡现场呢? 但组长认为, 这几起命案的被害人性别、 年龄、 职业、 以及杀人说法完全没有规律, 不看好连环杀手的说法。 不仅如此, 组长还因为阿柱也有杀害小胡子的嫌疑, 暂时调他跟进别的案子。 没办法, 阿柱只好先去找他的军师佳佳求援, 他拿出了小胡子发给他的秘密照片。 这是一张李欣和一个女人出行的照片。 这个女人是之前给阿柱提供假情报的前同事。 阿柱很想知道李欣为什么害怕这张照片, 于是拜托佳佳帮忙分析, 他则回警局绕开组长, 继续调查小胡子的事情。 结果又有意外发生, 真可谓一波三折呀。 西天举惊怕是都没这么多意外。 原来是警方因为在现场找到大神的脚印, 传唤他调查。 大神因为被当作凶手情绪激动, 又爆出了一个猛料。 他看到了凶手的脸, 对方正视阿柱。 阿柱陷入了很不利的局面。 虎哥劝组长, 现在大神的情绪还不稳定, 又因为录音的缘故, 先入为主带入了阿柱。 还是等大神冷静下来, 再进行催眠调查, 唤醒他的真实记忆。 问询结束后, 阿柱很好奇大神都说了什么。 虎哥没有回答他, 有更重要的是要和阿柱谈。 虎哥发现阿柱做的笔记有问题。 写笔记的时间是阿柱刚穿越回来的一月份。 阿柱的笔记密密码码写的都是穿越者的名字。 最重要的是这些人在之后的日子陆陆续续死了大半。 虎哥要阿柱给他一个交代, 为什么他写谁谁就会死? 难不成这是江湖中失传已久的死亡笔记本? 我们的阿柱该不会是柯南转世吧? 事到如今,阿柱也没办法了。 他硬着头皮把穿越的事全盘拖出。 还说他穿越后提前预判阿柱的作案, 还有好几次的预知抓捕。 这让虎哥似乎也在逐渐接受这匪夷所思的说法。 另一边, 佳佳正在和仅存不多的盟友共享他查到的线索。 他们拍到了李欣的照片。 他前往的那栋大楼当天正在举办新药发布会。 这种要专门治疗一种极度危险的疾病。 老咖和佳佳一合计, 得病的一定是李欣。 他们分析, 李欣因为病情加重威胁到生命, 才不断穿越重置。 接下来大家千万不要眨眼, 前方高能。 本剧迄今为止最大的反转来了。 大神收到了他霸凌别人的视频。 为了防止事情闹大只好去见对方, 却不料遭到袭击。 直接当场不省人事, 在醒来时已经来到一件收藏室。 这里整齐把放着被害的穿越者们失踪了的遗物。 大神当时冷汗就下来了, 而他也发现了绑架他的人就是那个猎杀穿越者的神秘人。 答案揭晓, 神秘人竟是阿祝最敬爱的前辈, 虎哥。 你猜对了吗? 虎哥对大神笑着说道, 现在知道谁是凶手了。 可惜没机会说了。 说吧手起刀落, 脸上的笑容恶意满满。 这集结尾看到的让人感觉很压抑。 相信虎哥对大家来说就像火星生活里的江东哲, 信号里的李财寒。 我知道这个世界存在种种不公, 但只要看到他们, 总会觉得老兵不死。 正义仍存, 有一种特别踏实的安全感。 但这种感觉在虎哥最后的笑容中彻底崩坏了。 虎哥的黑话反转是反转道了, 但也挖下了稍有不慎就会烂尾的坑。 他是否就是最终报了? 希望编剧还能圆得回来。 在下一集中, 警方开始调查小胡子死亡案件。 而阿祝和佳佳也和虎哥见面交流了线索。 虎哥心中一惊, 因为佳佳已经猜到了大致情况, 只是不知道凶手具体是谁。 于是虎哥前去寻找李欣, 但是李欣什么也没表示, 阿祝怀疑一切都是李欣做的。 于是去询问了李欣手下的黑神。 并发现了线索, 虎哥出来后就将锅甩给了阿祝。 另一边佳佳也发现了凶手是虎哥, 告诉了阿祝。 阿祝会相信这件事情吗? 这个问题我们下期再来分析。 喜欢本期视频的小伙伴们不要忘记点个赞, 点个关注获取最新电影解说。